女人正在泡澡 没注意到窗户上有个鼻涕虫 随后拿起耳机 作死的听起了音乐 没过多久 鼻涕虫顺着墙壁爬了下来 这么大的动静 小美愣是没听见 正当她一脸享受时 鼻涕虫悄悄爬上浴缸 扑通一声跳了进去 她跟小蝌蚪一样 不停地摆着尾巴 快速朝前游了过去 小美听着听着 突然睁开了眼睛 然后一声大叫 急忙爬了出去 扒几下摔到了地上 刚一扭头 鼻涕虫就跳进了嘴里 她急忙伸出手 指甲扣进虫子体内 双手一用力 将鼻涕虫拔了出来 然后狠狠扔到墙上 可都这样了 她还没死 小美健壮 拿起桌上的卷发棒 往虫子身上一砸 瞬间她就成了美味的烧烤 再来把子兰就更好了 随后穿上衣服 打开门逃了出去 没想到电梯里都是虫子 于是从窗户里钻了出去 而这里也被虫子占领了 眼看没了去路 她眼一闭 从18米高的二楼跳了下去 幸好没有受伤 抬头一看 更多虫子爬了过来 她急忙起身 朝汽车跑了过去 快速关上车门 将虫子拦在外面 而令她崩溃的是 上面竟然没有车钥匙 最后还是领了盒饭 海边出现一头鲨鱼 目标正是几个玩耍的孩子 女人看到这一幕 快速跑了过去 边跑边大声求救 岸边顿时乱坐一团 而孩子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女人健壮 急忙跑进海里 朝橡皮艇游了过去 半天后 孩子们终于发现了鲨鱼 吓得哇哇直叫 一紧张 橡皮艇侧翻 就掉进大海里 幸好他们都会游泳 只有一个孩子留在原地 不敢动弹 这时另一个同事也赶了过来 而此时距离孩子还有一段距离 小美快马加鞭 扎眼间来到近前 抱起男孩朝岸边游去 正在这时救援船及时赶到 而鲨鱼也越来越近 小美用出吃奶的力气 快速游了过去 他们先把孩子拽到船上 可回头一看 顿时吓了个半死 鲨鱼张开大嘴出现在身后 下一秒 小美一声惨叫 又被拉进大海里 尽管她拼命呼救 却无济于事 挣扎半天后 沉入海中没了动静 大壮见此情形 拼了命的往前游 可来到事发地点后 顿时傻了眼 原地只留下一个浮板 小美却没了踪迹 她叫了半天 没得到任何回应 可鲨鱼还没吃饱 扭头来到另一片海域 这一幕恰好被小帅看到 她快速跑了过去 拿起地上的冲浪板 跳进大海里 此时人们已经发现了鲨鱼 顿时吓得六神无主 纷纷朝岸边划去 跟前来救援的小帅 碰了个正着 而其中一个小伙 却在原地一动不动 原来她刚学会冲浪 还不会用这玩意儿 小帅健壮 一个转身 来到小伙旁边 两人共用一个冲浪板 急忙往岸边划去 这才见了一条命 这是一群苦命的打工人 日复一日机械地敲着键盘 他们前方还有个大屏幕 上面有每个人的绩效考核成绩 排名在不停地变化 开始谁都没有注意 可敲着敲着 突然最上面的58号 闪了几下 跳了出去 下面的排名一次上升 98号好奇地抬头一看 天花板打开 伸出一个大夹子 夹住58号的头 将它提了起来 升到上一层 上面应该更好吧 98号想到这里 拼命地敲起了键盘 看着排名一点点上升 它的动力越来越强 更加卖力地敲了起来 经过不懈努力 它终于升到了第一名 几个闪烁后 终于跳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它张开双臂 露出胜利的微笑 随后夹子落下 将它夹了上去 这里的桌子更大 还多了个盆栽和杯子 看到舒适的办公环境 它非常满意 又开始了工作 而旁边还有很多 同样的打工人 除了环境好点外 跟下面没有任何不同 敲着敲着 98号的笑容 逐渐收敛 叹了口气后 又无奈地干了起来 无论多么努力 都无法逃出 打工人的命运 要不是为了碎银几两 为了家人的幸福安康 谁愿意这么拼命呢 男人的手指 竟然钻出各种工具 轻轻一抖 就换成其他东西 他一激动 头就伸长两米 把天花板干了个洞 只要点了赞和关注 你也能这样厉害 为了适应这具身体 神父把两个玻璃球 放到地上 让他抓起来 只见大壮抬起胳膊 手臂慢慢伸长 里面都是弹簧 神父刚一闭眼 小手快速拉长 一把抓住神父要害 疼得他哇哇大叫 急忙送上救护车 原来大壮是个保安 这天校车的刹车坏了 眼看要撞上几个同学 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 将二哈扔到空中后 一把抱起九个孩子 在撞上的最后一秒 终于躲了过去 又紧跑几步 扔出挂钩 正好勾住校车保险杠 当给小熊一米时 车终于停了下来 随后一把将二哈接住 周围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小美也跑过来 给他一个奖励 可下一秒他就被二哈填醒了 原来刚才只是一个梦 可刚来到值班室 就看见一辆卡车冲了过去 一头将墙壁撞了个洞 后门打开 下来几个机器人 随后闯进博士办公室 将一只科技大脚抢走了 紧接着射出子弹 将其他东西抓起来后 这才撤了回去 等大壮赶到时 博士已经没了呼吸 看到小美如此伤心 她说一定要找到凶手 随后开着汽车追了上去 小帅见有车跟了上来 按下按钮 汽车就喷了出来 正好喷到大壮汽车上 他猛打方向盘 可意不留神 竟然撞到路灯上 汽车就翻了过去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等再次醒来时 身上就打满石膏 变成了植物冷 小美为了救他 竟然用上了高科技成果 把大壮改装成了机器冷 醒来后 刚要站起来 却叼击一下摔到地上 她撅起屁股 一点点往前爬 幸好还是那么帅 突然胳膊一抬 手指上竟然钻出各种东西 轻轻一甩 又换成其他的 这可把大壮吓坏了 急忙向外跑去 此时她的身上都是电线 当遇到小美后 才知道了真相 原来她被改成了机器人 她一激动 头就身长三米 撞破了天花板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为了掩人耳目 还给她准备了战袍 随后就开始各种训练 可她不走心 总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当稍微适应后 给大壮配了台最新款的 无人驾驶汽车 她最喜欢跳来跳去 看到小贩后 直接升高了两米 这才化险为夷 可走着走着 突然汽车停了下来 原来看到了偷车贼 可大壮以为 他们的钥匙丢了 走过去后 手里就变出一把钥匙 插入锁心后 瞬间启动 这可把旁边的汽车气坏了 直接变出一排交警灯 笨贼看到后 转身就跑 大壮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分头去追 大壮脚下变出弹簧 蹦蹦跳跳向前追去 可速度太快 一不小心 正好落到水泥里 随后就摔了一跤 同时射出钩子 几个碰撞后 勾住工程车 将笨贼绊倒 人们纷纷为他点赞 而另一个笨贼 则主动逃到汽车里面 被关了起来 而另一边的小帅 偷走了博士的研究成果 也造了个机器人 长得跟大壮一模一样 就是牙有点白 他来到大街上 变出无数武器 把小孩子吓跑了 随后头上冒出喷火枪 将欢迎标语烧掉 这还不过瘾 又将五辆汽车叠在一起 甚至在城市里放起了火 另一边人们疯狂逃命 原来牙哥踩着高桥 在后面步步紧逼 跑得慢的话 就会被做成烧烤 简直是丧心病狂 大壮看到这一幕 来到总部大楼 头上钻出飞抓 随后就弹了出去 飞了99米高后 抓到了墙壁上 紧接着大壮就腾空而起 飞了上去 来到实验室后 想把原始大脚偷走 可他被激光守护着 无奈之下 只好变出剪刀 将电线一根根剪断 累得他满头大汗 幸好可以用毛巾擦一擦 可刚把大脚拿出来 不小心触发了警报 他就掉了下去 吓得我赶紧躲进安全屋里 刚想逃走 不料撞到了大门上 他就被抓了起来 经过一番研究后 把最重要的芯片驱揍了 大壮头一歪 就没了动静 随后被扔到垃圾堆里 等再次找到他时 他早就面目全非 小美伤心地哭了起来 还来了个吻别 可下一秒 风扇转动 头缩了回去 系统重新启动 没想到丢了芯片 他还能正常运行 随后坐上无人驾驶汽车 启动四驱喷射器 速度比飞机还快 只要点了散和关注 你也能这样厉害 眨眼间就来到城市里 找到了牙哥 只见牙哥手一抬 变成加特林 不停地开枪射击 大壮只能左躲右闪 见子弹无穷无尽 他变成气球 想把子弹弹回去 结果漏气了 可打了半天 大壮发现 自己根本不是战斗型机器人的对手 脑袋被捶了无数下后 他瞅准时机 将牙哥脖子上的拉环拔了出来 下一秒 牙哥就一分为二 大壮捡起头后 用力扔了出去 正好落到下面的大河里 紧接着头上冒出直升飞机 他抓住把手 用力一拧 扇叶转动 大风把地中海的帽子吹跑 他驾驶着直升机 朝总部飞去 而此时小美被抓揍了 幸好在最后时刻 大壮及时赶到 没想到小帅按下按钮 竟然射出导弹 将大壮炸飞 他刚站起来 就见飞机一个俯冲 直接将他挑起 眼看要被摔死 大壮打开手指 从里面拿出一支笔 将笔芯取出来 对准飞机后 就弹了出去 正好破坏了开关 小美趁机跳到大壮背上 随后两人一起掉了下去 可他根本没看使用说明 半天后 才打开一把伞 可下降时却撞到了石像上 石像轰的一声摔成无数块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而小帅紧随起后 正好落到无人汽车上 下一秒 他就被铁龙困了起来 紧接着大批警车赶到 小帅只好束手就擒 而大壮和小美 也过起了没修没扫的生活 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